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圣母圣天节 我们读的福音 圣母去看望她的表姐伊萨伯尔 她的表姐上了年纪 这是一方面 另外呢 怀了孕 很不方便行动 所以玛利亚一听说 她的表姐有需要 就立刻动身去照顾她 我们来庆祝圣母圣天 事实上 我们不只是知道 天上有一位妈妈 她照顾着我们 她等待着我们 我们今天来求她保护 更重要的是 透过今天的礼仪 让我们学习圣母的榜样 让我们走圣母走的路 她升天 我们才会升天 不是你到了点 九念经 一定就升天 我们看看 圣母是怎么样生活的 她看到别人的需要 可以用这个词 奋不顾身 她是一个小女孩 十几岁 走了几百公里的山路 只省一人 她忘记了自己 看到别人的需要 马上就去 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 这就是首先 首先我们看到 玛利亚的榜样 其次 当她的表姐 祝福她的时候 她随口 音了一首诗 这首诗 每天晚上 放在我们的口中 那叫谢主取 感谢天主 她开口说 我的灵魂送养上主 我的心灵 欢悦于我的救助天主 是的 在玛利亚心里 天主 占着重要的地位 无论什么时候成功了 她感恩 她知道是天主 在自己身上行动 天主帮着自己 借着自己在做 她不骄傲 不自大 谁的手机 完了之后 请尼撒之后 去找我 天主进入了 玛利亚的生活 其实在我们 现代的社会生活中 很多的人害怕 让天主进来 我们有着自己的计划 我们有着自己的安排 自己的理想 一旦 每天祈祷 奉献给天主 让天主引导 我害怕 他耽误我的事 他破坏我的计划 所以我不敢 把自己 交给天主 玛利亚当 他一听天使说 天主拣选你 做母亲 他马上就说 好 愿照你的话 在我身上做吧 他随时准备好 接受天主的安排 我们信天主的人 愿意将来升天堂 像今天我们庆祝的 圣母一样 可是 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你要知道将来天堂是什么 天堂不是有吃的 有喝的 有穿的 有住的 什么都不发愁了 到那儿很舒服 天堂上没有这一切 天堂有的 很可怜 什么都没有 除了天主 但是天主是一切 整个的宇宙 他连一句话都不用说 他一个意念就有了 所以天主是无限的存有 他是无限的丰富 是我们 眼所未见 耳所未闻 人心所未想到的 所谓的天堂 是一种无限的幸福 我们进入天主内 就像鱼 进入了大海 就像鸟 飞翔在天空 那是一种自由 一种快乐 一种无边无牙的幸福 我们很难想象 更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 简单地说 我们将来生天堂 就是和天主在一起 别的什么都没有 什么样的人才能生天堂 今天让天主进入你的生活 愿意相信他 愿意把自己交在他手中 让他带领你 所以像玛利亚一样 他把天主的话放在首位 我今天很感恩的是 这么多的孩子 110位 他们要开圣体领见证 我一个一个地考了他们 当我问他们 你为什么要领圣体 他说我愿意 离耶稣更近 我愿意 做得更好 让耶稣来帮我 我考的问题是 药理问答上没有的 绝大多数的孩子都明白了 领圣体是 我感觉到我需要耶稣 我要做一个好人 让耶稣来帮助我 让他的榜样光照我 带领我 你为什么要领见证 他们的回答是 我愿意跟随耶稣 做一个勇敢的人 为他作证 像他一样生活 这么多孩子 我看到他们像圣母玛利亚 在天使面前 所做的答复 我是上主的辈女 愿照你的话 在我身上做吧 他们借着这样一句话 在神父面前 他们打开了自己的生命 我愿意让耶稣进来 我愿意让圣神进来 带领我帮助我 我好感动 所以今天我们感恩 为这些孩子 为这些孩子们的父母 如果他们从此以后 愿意每周领圣体 愿意每天向圣神祈祷 我们在领见证的时候 教会有一个传统 要找一位代父 像父亲一样 站在他旁边 以后在生活中 常常鼓励他 陪伴他 那你们做父母的责任 是什么呢 你们小的时候 开过圣体 到后来 每年四大战礼 才领圣体 这样对吗 让孩子们 在你们身上 看到什么 你们真的 把天主放在首位吗 你们真的 渴望升天堂吗 为什么今天 不给天主时间 不给天主位置 首先是 我们做父母的 你们的榜样 比神父的教导 更有效 你们每天祈祷 每天服务别人 你们的孩子 耳濡目染 这比上课 更管用 他们就学会了 像你们一样 把天主 放在首位 我觉得这个是 玛利亚 给我们的榜样 她听天主的话 超过一切 有时不是那么容易 今天你看 读经一 有这样一副形象 天上的圣殿敞开了 出现了一个大义照 有一个女人 身披太阳脚踏月亮 头戴十二颗星的荣冠 她怀了孕 在产痛和劳苦中 呼腾身影 然后在天上 又出现了 另一个义照 有一条火红的大龙 她有七个头 十只脚 头上戴着七个王冠 她的尾巴将天上的星辰 勾下三分之一 投在地上 那条龙 你注意 这是两个军队 这边是这个女人 怀了孕 正在痛苦中生产 这边是这条火红的大龙 七个头 十只脚 带着七个王冠 她的尾巴 扫下天上三分之一的星星 她站在女人面前 等着要吞下她生的孩子 你看这一幅景象 那个女人在痛苦中呻吟 她怀了孕 是的 这个女人在教会的传统中 代表着圣母 她的光荣已经看出来 身披太阳脚踏月亮 代表着教会 代表着我们 弟兄姐妹们 我们现在在铲痛中 在危险中 在迫害中 为了天主的话 当你怀孕了 你把天主的话 吞下去 存在心里 你会受苦 要经历惨痛 我们为了信仰 为了活出 耶稣基督要求我们的样子 我们需要牺牲 因为如果我们不信耶稣 可以随便怎么活 怎么舒服怎么活 如果信了耶稣 耶稣有话 他说我是道路 我是真理 是我给你们生命 我们按照他的样子 走他的路 按照他的话生活 会走向真正丰富的生命 要受苦 我一说受苦 你们可能想到迫害 是的 包括这一点 前天 你们在网上可能看到 济南教区 有两座教堂被拆 可能是现在要面临的迫害 有一些地方 在我们这里附近也是 政府要求 在教堂里挂上果旗 不然的话把门就关了 挂果旗什么意思 象征着爱国 爱国没有错 但是不一定 非要把这两个字 每个人都要写到脸上 你不写就不行 挂果旗本身没错 但是要看挂在什么地方 教堂是敬神的地方 不是敬人的地方 这条龙 它的权力很大 占全世界权力的三分之一 把天上的星星勾下了三分之一 默示录同样 可以在今天这样理解 我们惹不起 我们像那一个正在经历 惨痛声音的女人 但是不要害怕 我们听到天上有声音 我们的天主获得胜利 全能和果度 最后基督为王 基督胜利 基督统万邦 不是世界上哪个权力会战胜 耶稣被杀死了 最后全世界今天三分之一的人 朝拜祂施主 没有什么可怕的 耶稣跟我们在一起 我们准备好忍受一切 我说迫害包括这些 还包括别的 你们知道今天结婚要多少钱 福音要求我们 相互理解 相互帮助 不是非要面子 我们唐旗规定两万块钱 就娶到家了 很多人不接受 人家都二十万 我们还是两万 那怎么行 耶稣诞生在马朝 死在十字架 他完全可以降在皇宫 完全可以过一个 最奢华的生活 但是那不是真正的福乐 人生一世再好 向云烟很快飘去 我们的目标是在天上 天上有一个家 只有当我们像圣母 像耶稣一样生活 将来我们才会到天上 信要信的真 人要真的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